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二場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其實第二場邀請到大家可能在網路上蠻常看到的站長Luke 那我覺得站長Luke他今天要分享的這個主題跟他的名字實在是非常的搭 因為Luke說他在網路上之前有分享一篇文章 大家知道為什麼他叫Luke嗎? 因為在創業路程當中你一定會遇到很多挫折 那哪一條路可以走哪一條路不可以走 這就很重要 所以站長Luke會告訴你接下來你的創業的過程中 哪一條路可以走,是這樣對吧? 對,來我們掌聲歡迎站長Luke,謝謝 好,謝謝大家 那我之前有在教一些行銷的課程 我會分享一些我的行銷的系統 然後行銷的方法理論那些的 但是我現在覺得其實每一套理論 每一套系統都有它的限制之處 就是我今天跟你講了一個方法 你回去用在自己身上可能不見得適合 所以我現在我想要用一個不一樣的方式來分享 就是講我自己創業路上的一些悲慘故事 我把這個主題叫做人間失控的故事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說我是經歷過一個怎麼樣的人間失控的過程 那我覺得當我在分享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或許每個人可以抓到一些對它有用的地方 這樣子 好 所以你可能學過Wordpress很多的功能 但是你可能沒有聽過有一個人的人生是被Wordpress拯救的 那到底站長Luke是誰呢? 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我有一個粉專叫站長Luke 然後上面有超過兩萬的追蹤者 那我的創業時間是兩年 就這個粉專差不多就是兩年的時間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網路公司 我架了差不多一百多個出頭的網站 然後我有一個Facebook的社團上面叫做網路創業研究室 裡面有六千多個社員 那這個是我之前在高雄開的一個行銷的課程 然後這是課程結束的畫面這樣子 好 所以我的名字叫做站長Luke 然後不是Luke 所以看這個 譬如說有人來問我問題 然後他一叫我Luke 我就知道他沒有仔細看我的名字 就叫做他有沒有心這樣子 那 所以呢 為什麼叫Luke 因為我想要告訴大家說在創業這條路上 哪些路可以走哪些路不能走 就跟剛才跟他說的一樣 好 那在創業這條路上呢 努力很重要 專業很重要 運氣有時候也很重要 但是呢 對我來說這都不是我突破的關鍵 我把創業視為一場就是自我修煉的過程 然後我發現 在創業路上呢 你每個弱點都會被放大 然後當你去克服你心中的那些成長的關卡之後呢 你就發現你的事業又會進到下一步了 所以他不一定是一些理論 他有時候是很內心的東西 對我而言是這樣子的 所以創業就是你遇到一些困境 你就想辦法去解決它 那些困境 之所以是困境都有一些它的理由 那我遇到的第一個困境 我把它叫做人間失控 就是我一創業就失控 非常的悲慘 在創業之前呢 我是一個沒有方向的男子 你看到這個照片呢 是我去雲南流浪 那時候流浪到雲南跟緬甸的邊界 在那個邊界是我見過最窮最窮的景象 那這個小男孩他們穿的是雨鞋 然後他們的衣服都是破舊的 然後他甚至好像他沒有褲子 整個村都是這樣 然後就是完全沒有資源 整個村你就覺得說 就跟你小時候在非洲看 在看到那種非洲飢荒的照片是差不多的 那為什麼我會去流浪呢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找不到方向 那我做過失敗的網拍 我賣過衣服 我賣過韓國美妝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那我就四處流浪 沒有固定工作 也沒有商業的經驗 也不會經營社群 那基本上就是沒有賺到什麼錢 那在這個階段呢 我後來有跟一個老闆 我當他的助理 那這是一個神奇的老闆 就是我們整天沒有什麼事情 所以他就希望呢 我去學學嫁網站 總之他就是想要栽培我去學嫁網站 然後我打聽了一下 就發現說Wordpress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我就開始學Wordpress 就開始自學Wordpress 但是這個老闆很快他就生底下 身體不好 然後他就洗腎 所以我就會載這個老闆去洗腎 那洗腎一次都是幾個小時 所以他在旁邊洗腎 我就打開電腦 然後在那邊自學我的Wordpress 但是很快的那個老闆後來他身體不好 他就過世了 我照顧這個老闆照顧他半年多 是他就像看護一樣照顧他 但是他後來還是過世 他過世之後呢 我想說那我現在沒有經濟來源的話 我怎麼辦呢 那就來創業好了 所以我創業之後呢 很快我就人間失控 那時候我的創業很簡單 就是接案子 跟可能很多人是一樣的 接案子然後嫁網站 然後幫客戶想一些行銷的方案等等 但是我就遇到了一個恐怖情人 那這個恐怖情人呢 他就很想要跟我結婚 然後我們在一起一個月之後 我就覺得說有一些地方不對勁 所以我就跟他提分手 但是他就變出了多重人格 他就 他的人格裡面有一個會自殺的多重人格 然後他覺得那個人格就會出來 然後他的一出來就是來自殺的 那他就是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跟我結婚 如果你不跟我結婚的話 我就會自殺 然後他就變出多重人格 然後在我面前自殺好幾次 那時候的我就嚇壞了 因為他就會拿起桌上馬克杯 走到廁所裡面把門關起來鎖上 然後我就聽到咔咔一聲 知道馬克杯破了 我從那個門縫一看 就看到他拿著馬克杯碎片在那邊割碗 我就非常的害怕 那後來不只是這樣 他還變本加厲 就是他變成有欺騙然後還恐嚇 他就跟我說呢 他爸是黑道 因為他爸真的長得像黑道 而且他爸是做生意的 然後他就說如果我跟他分手 他就會去自殺 那他自殺的話 他黑道的老爸呢 就一定會來報復我跟我的家人 他會講一些他過去的真實故事 就是會讓你感覺很真實的故事 那其實後來會知道說那個是他自己編造 但是當下你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女生他就是一臉會讓你覺得他不會騙人的 然後有點呆呆的 然後他講的那個故事又巨細迷移 你就會覺得說這是一個真實故事 那在那個當下呢 我就會覺得說我騎虎南下 然後 我很想跟他分手 但是我分手之後他要是去自殺 那他自殺之後 那老爸會來報復我跟我家人 那我該怎麼辦 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陷入這個困難 那這還不是最人間失控的時候 就是我後來呢 在有一次的機緣呢 我們去法谷山散步 那有我跟他跟另外兩個朋友 我們就去法谷山 在金山 法谷山有去過嗎 它是一個很高級的地方 氣氛很好 那儘管就是那天 反正我們狀況都很不好 因為我跟他吵了一整天的架 那總是到法谷山呢 就會覺得說稍微放鬆一下 因為那邊氣氛真的很好 那因為我時間蠻多的 我有五十分鐘 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些細節 好 所以在法谷山上面呢 有一個地方可以抽籤 那我永遠都記得我抽到那個籤 那個籤上面寫說 當他人都在盲目的爭奪的時候 你最好選擇另外一條路種 就法谷山的籤不像一般廟裡的籤 一般廟裡的籤會跟你講吉凶啊什麼的 但法谷山的每一個籤都是很鼓勵你的話 都是心靈小雨 那我就抽到這個籤叫我選擇另外一條路種 那我也不是說完全相信這個東西 但是我就拿這個籤去找我的朋友 然後跟他講說我抽到這個籤 那我一個朋友就開我玩笑 他就說那你選擇另外一條路種 那你要不要選擇出家 這樣子你就不用為感情煩惱了 因為他也知道我陷入這個困難 他就調侃我 然後我就笑了一下 然後剛好那個女生在旁邊他看我笑了一下 他看著覺得我很想出家 他就跟我說如果你想要出家的話 我願意把你放在這邊讓你出家 然後我整個人就像是被閃電打到一樣 因為他從來沒有跟我講過這句話 他都是把我抓緊緊 然後跟我說一定要跟我結婚啊 這樣子 所以他第一次跟我講這句話 然後我就在那邊思考 我也有沒有可能假出家爭分手 那我思考了一下 我就覺得還是太扯了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演電影嘛 所以就算了太扯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出家時機未到 我們還是下山吧 我就是沒有把話說死 我就想說出家時機未到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現在要出家 我願意把你放在這邊出家 但是如果你要下山的話 你就要跟我回去結婚組成一個家庭 然後我聽到這個我就說好 再讓我想三分鐘 因為實在太可怕的一句話 就是他整天就是在各種的 就是各種對我情緒暴力 他會把我罵得一無是出 然後讓我什麼事都沒有辦法做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就在那邊覺得說 這可能是我最好的一個逃脫的機會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他逼我呢 再兩個禮拜就要跟他結婚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唯一一次機會 就是我跟他分手 然後可以不要被他報復 因為他爸如果真的去自殺 他爸來調查這件事情 他也會調查到說是他女兒放我走 不是我甩了他女兒 Anyway 就是我就決定跟他講說好 我要在這邊出家 你可以走了 所以他們就這樣下山 我就在法國山 然後當然我就搭車回家 然後他半夜就後悔 然後要來法國山衝上來找我 當然就發現說我不在 他就不吃不喝不睡就瘋狂找我 然後一直就是然後揪我的各種朋友啊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那我要過了24小時之後 我要寫一封信給他來安撫一下他的情緒 避免他真的去自殺 避免他真的出事 我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寫一封信呢 就跟他講說 那個我雖然不在法國山出家 是因為法國山出家資格很嚴格 要去上法國大學上四年才能夠申請出家 所以呢 我但是我還是很想出家 所以我去台灣其他的山上去找出家的地方 意思就是說你他媽不要來找我 拜託你 第二段呢 我就寫說就是我公司的事情啊 什麼的網站 我全部都交給我妹處理 意思就是說你他媽的不要動我公司的東西 然後第三段呢 就是想說謝謝你啊 你好棒啊 但是我就講不出我愛你 好 那我就寄這封信給他 那為了要加強我這封信的說服力呢 我就去百元立法店把我頭髮剃了 然後照了一張就是光頭的照片 來增加就是說服力 說明我想要出家的決心 所以我就用我Facebook帳號傳給他 那傳出去之後呢 我就把我的Facebook帳號散了 我就想說那我就躲一下好了 就是越低調越好 我就那個低調一下 但是呢 隔天我就接到我的親戚打來我家 問我爸說 許浩那個圖仔牆上面的東西是真的嗎 我聽到這個我就覺得大事不妙 我去我圖仔牆上面一看 我的帳號就復活了 然後他用我的名義 把我的出家的那封信寫給他的信 跟我的光頭照片 一字不漏的就放在我圖仔牆上面 所以我的朋友們看到那個貼文 都以為我出家了 然後下面就寫很震驚 然後驚嘆號驚嘆號說怎麼可能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女的他很想跟我結婚 所以他把我的感情狀態呢 跟他改成已訂婚 所以在那個已訂婚的那個下面 就是什麼恭喜啊 祝福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這樣兩個貼文 同時間出現在我圖仔牆上面 然後看到朋友全部都撒眼都不知道 我到底在演哪一出 我也是不知道 但是我就放任他這樣做 因為我想說那就是我就躲起來 我要是現在把那個天文刪掉 那就是也會有一些 我怕他覺得說我還在電腦前面 我寧願他相信就是我 就是去出家了之類的這樣子 那好 總之呢 我就是丟臉丟到家了 這個經歷 讓我丟臉丟到家 那我就決定說重辦政見 然後去逃難去 讓我失去一些財務 然後我就決定去美國 去找我的朋友 借助我的好朋友家 所以我的政見 我駕照上面什麼 都還是光頭的那個照片 然後 這就是我在美國朋友家 然後吃這個Bagel 然後頭髮剛長出來 我就在家裡 在他家裡面 然後研究如何網路創業 我就想說那我就來 寫部落格好了 然後來開始駕Wordpress 試試看我能不能 在美國也能接到一些Wordpress的案子 那總之呢 後來還經歷一些更可怕的事情 更可怕的就是 我以為說我到美國這件事情 就慢慢的解決了 但是在美國呢 最可怕的是說 他後來就放話說 他懷孕了 然後跟我的朋友講說他懷孕了 然後還亮出超音波的照片 所以非常的害怕 那我那時候呢 就是我每一個念頭 都是 焦慮恐慌 我就會想到說 他真的把小孩 他真的有小孩 然後真的把小孩生下來 然後 對我 還有對我的家人 然後在我工作的地方等等 然後開始各種恐嚇叫囂 我每一個 醒來的每一個念頭 都是這個畫面 非常的煩惱 煩惱是什麼地步 就是我會去照鏡子 然後突然發現 我的白頭髮怎麼多了好幾倍 現在我簡短已經看不出來 在某些照片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白頭髮突然真的多了好幾倍 就是 就是那麼的煩惱 那後來就發現說 這一切都是假的 就是在美國當遠端柯南 然後在那邊辦案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這都是假的 然後我也 把我的Facebook帳號 奪回來 然後重新回到我的人生 那經歷過這一切呢 就是我修煉的 第一個修煉的 第一個重點 這是我創業的一個重要的 領悟 就是說 因為經歷過這些事情 我就再也不害怕什麼 很丟臉 我再也不會害怕失敗 因為大不了就是從頭開始 我已經經歷過那個最失敗 我已經經歷過那個 最丟臉的那個時刻了 所以現在那種 一般的小丟臉 那已經對我而言 是沒有什麼感覺了 就人生被打趴之後 我就不會害怕 以前會害怕的事情 就沒有那些包袱 所以放下修辭 是我很多的突破的開始 這是我的第一個重要的領悟 因為我回來開始接案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我的技術雖然是一樣的 但是我面對客戶的態度 是完全不一樣 以前很多我認為說是一些困難的難題 但是現在我就會認為說 那有什麼大不了 有什麼不能解決的 例如說一個難題就是 我會覺得 要是我實力不夠 因為我的Wordpress 實力是怎麼樣呢 就是那種 會被很多 Wordpress 社團裡面 大大嘲笑的那種 就不會寫成刺刀 只會在外掛套一套去的 套板套一套去 我就是這種 所以我內心就會覺得說 要是我的實力不夠 那客戶提出了一個客製化的需求 我沒有辦法滿足的話 會不會客戶嫌棄 我內心就會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經過了這樣第一個修煉之後 我就會覺得 一切都是可以溝通的 替代方案是很多的 你只要幫客戶想一下 他能夠怎麼樣達成他的目的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做到他說的那個功能 那不能做的 你就不要做就好了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第二個 就是 我原本在經歷這些事件之前 我會覺得說 要是我PO一個文 任何的文 然後要是有比我厲害的人 然後挑到我的毛病 指出我的錯誤 我就會覺得有點丟臉 所以我以前在Facebook上是不太PO文 但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我開始發展自媒體 我就會有一個心態就是 丟臉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Facebook演算法 自動會把他們淘汰掉 他們不喜歡看 自然就 他們就看不到了 那你多PO幾次 他們就閉嘴了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心態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以前我就會覺得說 我沒車沒房沒出席 然後又不是附的帶 我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先埋頭骨幹 我先不要讓人家知道我在幹嘛 我先當一個縮頭烏龜縮起來 等我有車有房有出席的時候 我再冒出來 那現在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因為我陷入在這個貧窮裡面 就是因為我下雨天我也要騎機車 我要搭捷運跟人家人擠人 就是因為我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 所以我必須要發出聲音 我如果不發出聲音的話 我永遠都是只有這些資源的 好 所以我就開始經營自媒體 然後開始去開我自己的網絡公司 開始一個一個接我的案子 所以就很快遇到第二個困境 就是我只有理論 但是沒有經驗 我會給我客戶一些行銷建議 因為他知道我會駕站 所以客戶都會來問一些說 那你會不會Facebook 那你懂不懂行銷 我當然會給一些建議 但是我在給建議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我沒有那個經驗 我沒有那個說服力 那就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那我的解決方法就是說 我就開始自己做自媒體 那時候我有一個網紅客戶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他一萬多粉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好,我要開始經營我的粉專了 我要跟你看戲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的粉專現在人數多少 我就說現在四百人 他就笑了我一下 那就是因為他那個笑我一下 所以我就開始做我的內容 我就開始做這個一日一書宅 就會看到說我PO這種很奇怪的 很有事的照片 然後一個莫名其妙的髮型 然後拿一本書不知道在幹嘛 這就是我一開始在做的一個 內容系列叫做一日一書宅 怎麼做呢 就是拿一本書 看個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找到一個概念 我覺得對我而言是有幫助的 然後我再去寫一篇貼文去延伸 然後搭配自拍照 就隨便自拍照 不是那種好看自拍照 那時候就是各種荒謬可笑自拍照 像是什麼會有那種SnowAPP 你知道Snow的那個相機濾鏡嗎 它會把你變得就是很可愛 然後變成兔子啊 然後臉紅紅的 眼睛很大 那種我就會去拿去拍到 把我自己變成兔子 然後搭配一個認真的書宅文 就是大家不知道我在幹嘛 那沒有關係 我就是每天就發一個書宅 然後就會有朋友來給我建議說 欸我覺得你書宅OK 但是你放那個自拍照 我覺得不太OK 你要不要考慮把那個自拍照拿掉 一開始我在發這個時候 我還會配自拍照 有時候配自拍照 有時候配那個免費圖庫 想說我平衡一下 但後來我想說不要免費圖庫 我全部都自拍照 反正不喜歡看就不要看 然後後來這個朋友也都就是 我就完全就是跟這個朋友的建議就是 反其道而行就對了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還真的有人會留下來 要來看我的書宅 會有一些朋友來給我鼓勵說 欸我覺得你寫得不錯 就那種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 我說我覺得你寫得不錯 我覺得我會追蹤你繼續加油啊等等 圖文不符也沒有關係 這都是小事情 那不會怕犯錯 就寫一篇貼文 然後我就沒有人看 你不會怎麼樣 然後不怕批評 有人來批評你不會怎麼樣 好 但是你的好的內容 其實也不一定是好的內容 你的那一套內容 自然會吸引到 喜歡你那一套的追蹤者 好 然後越有事 越會讓人家想追蹤 就是你太正常了 人家就不追蹤 如果你分享的都是那種 真的很有道理 很有智慧 就沒有人要追蹤 因為太正常了 反正你越有事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放一些奇怪的照片 人家就會覺得說 欸我來看一下 這個人到底在搞什麼 那對於一個想要做行銷的人來說 我後來發現 其實發文是一個很重要的練習 因為每一次發文 你都是在組織你的內容 然後在想辦法 你用一段文字去製造一些吸引人的效果 所以這其實對我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練習 我後來就發現說 欸為什麼我可以想出這樣子的文案 為什麼我知道怎麼做企劃 因為就是一直在發文 這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練習 所以我那時候基本上就是兩招 我在發展就是從零個粉絲到大概一萬的粉絲這個階段 我就是兩招 一個是每天發一日藝術宅 另外一個是我寫部落格文章 搭配臉書廣告 我會寫一些所謂高度價值的文章 例如說叫人家怎麼做SEO 叫人家怎麼如何 比如說如何架一個網站 如何做什麼事情 如何做SEO 如何做一些事情 好如何做行銷的一些文章 是一些比較嚴肅的 比較有價值的長文 然後我就會花每天一百塊 或許這個方法在現在已經不行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分享給你聽 所以不是要你說照著我的這個系統 我只跟你分享說我的一個方法 過程是這樣 那行銷的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在變動 那時候我的方法就是說 我一個長文搭配每天一百塊的臉書廣告 所以這個對我而言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因為有在接案嘛 所以每天一百塊是還OK 然後我會去邀請那個 有來按我貼文讚的人 來按粉專的讚 因為我假設說 會來按我貼文讚的人 就是對我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 然後偶爾我會轉貼到相關的社團 但不會是那種機器人轉貼 然後一次曝光 然後到處都是在那種 那種就是很 就是很自動的 然後就是很廉價的那種感覺 我會PO到那個社團 我會去觀察一下 這個社團的人喜歡什麼東西 那他們看到這個文章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去想這件事情 好 然後我會兩三篇文章同時廣告 就是同樣的預算 一百塊一天 但是我可能會廣告同時個兩三篇文章 可能你都有被我廣告打到過 那搭配這個一日一書哉 因為他可能看了我一個文章 他覺得說這個文章是有道理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天天追蹤 我也沒有辦法天天都產出這種長文 也沒有人想要天天看這種長文 因為太長了 但是搭配一日一書哉 他可能就是每天接受一點剛剛好 所以看到這個長文的廣告 他覺得這個人可能是有料的 我來觀察一下 他就會進來 然後再搭配我這一日一書哉 然後我就會慢慢的養成一些的粉絲 一些的追蹤者 那我的一個簡單的指標 來判斷說我這個內容 會不會OK 就是說我的一個互動 一個Facebook的互動 不會超過一塊台幣 然後它有一個相關性分數 就是一定是九分或十分的 其實這種內容 拿去下廣告大家都蠻喜歡的 但是這個方法也不見得適用在所有的產業 適用在網路行銷產業 我到現在我都還蠻肯定 如果你用同樣的方法去廣告的話 那個是會可以吸引到一些追蹤者 從零個粉絲到五千個粉絲 這都不是什麼問題的 好 所以這個修煉的重點是 我就是持續發文 然後不怕批評 然後先上路 你自然會想到一些辦法 自然會有一些進步 所以我就這樣做 那第三個困境就是 我們做自媒體呢 就是你有這些流量也好 粉絲也好 但是這些流量也是不能當飯吃 它跟變現是兩回事的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會Wordpress的人來說 其實它是同一件事情 就好險我會Wordpress 因為人家看到你的文章 當你分享如何駕站 然後如何做行銷 其實他就會來問你說 那你有在接什麼樣的案子 所以我很多的客戶都是這樣子來 他看到我的文章 就建立了一些信任感 然後他就會來找我 所以我從來不覺得我會缺案子 那我們都是 就是很多 你只要有一些專業的技能 然後你願意去寫這樣的文章的時候 其實都是不缺案子的 所以我從來不會去想說 我要上什麼接案平台 然後跟人家在那邊比價比稿 然後在那邊低價競爭 到後來當我的自媒體開始有發酵的時候 我就不會覺得說我需要去比稿這件事情 因為都是Case來找我的 所以我做的幾個方法就是 分享幾個方法就是 如何讓你想要接案 那你一開始起步你可以怎麼做 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可以去轉發你的專業文章 到你的個人臉書上面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支持在創業的人 那當我發文章到我自己臉書 當我不怕丟臉的時候 很多的親朋好友 他其實會想要來支持你 他就二話不說說 他就會打電話給我說 我這個網站要給你做 就直接丟過來 那一直到現在也是 就是我到現在已經不太接案 但是還是會有那種 就是很想支持我的人 然後打電話就說 我的網站要給你做 然後我都來不及跟他講說 我其實已經不太接 他還是要塞給我來做 這樣子 好 第二個技巧就是說 成為一個行動孵化器 什麼叫行動孵化器 就是我走到哪裡 我都想辦法跟人家談網路創業 都想辦法跟人家談行銷 都想辦法問人家說 欸你有粉專嗎 你要不要拿出來看一下 欸你有網站嗎 我幫你來看一下 然後我就變成一個行動孵化器 我就發現說我走到哪裡 我都一直在跟人家談論這個東西 然後當我的觀念 當我可以解決他一個問題之後 他就會很感激我 他就會想幫我 他就會成為我客戶 他就會想幫我介紹客戶 那再來呢 我就是有穿襯衫 戴眼鏡 長點白頭髮 我發現說這些其實蠻有用 因為大家看起來就會覺得說 欸應該就是一個會加網站的人吧 好 再來呢 還有一個技巧就是說 你可以寫部落格投稿 投稿到譬如說 關鍵評論網 數位時代 還有一些那種的媒體平台 那會給你一些意外的機會 不見得都是接案的機會 例如說我有投稿一篇文章 而且跟網路行銷 沒什麼關係 是在講成品的老闆 然後我就投稿到科技報局 然後呢 GQ的副總編輯 他就有一天在做功課的時候 莫名其妙就逛到我這篇文章 他覺得說欸寫得蠻好的 所以他就 他剛好在準備一個專訪 然後就把我約出來做專訪 然後我就上了GQ 跟林芝成 還有吳明毅 吳明毅是他最喜歡的小說家 擺在一起 然後我就上了GQ 所以還會有這種意外的 一些好玩的事情發生 所以投稿是一個關鍵 而且投稿還可以換外部連結 好 再來就是你可以協助網友解決問題 在那個Wordpress正體中文社團裡面 總是會有各種網友 那總是還是會有人免費的去給他 給一些網友 提出問題的網友 來就是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就是那個 會去主動思緒那個 提出問題的人說 欸我可以幫你看一下 免費幫你看一下網站 然後就是一開始呢 我什麼都願意做 然後就是這樣子呢 也是可以拉到一些case的 會他會幫我介紹一些case 好 再來就是服務流程要專業 就是說合約要有 然後該有東西要有 等等的就是要學會這種 談判啊 合約的技巧啊 這樣子 好 所以這一個修煉呢 的重點就是說 在我創業的一開始 就是穩住現金流呢 你就活下來了 很多人他會排斥接案這個概念 因為接案是靠時間換錢 而且接案很難賺大錢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先上路再說 對我而言我只要能夠活著 我就已經很感激了 好 第四個修煉就是 我開始接案的時候呢 因為我沒有什麼作品 所以我就很討厭 客戶會來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欸你的作品集可以來看一下嗎 我可能就架過一兩個網站這樣子 所以這不叫作品集 我就只有說我只有幾個作品 所以我通常會盡量不要走到那一步 就是引導他不要來看我的作品集 我最討厭要求看作品集 所以要怎麼樣 在不被看作品集的狀況下 你還能夠接到一個案子呢 我提出來的關鍵就是說 你不一定要很強 你也可以讓所有人都想跟你合作 關鍵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有一個專注力要有精神 當你有專注力有精神的時候 你表現出來的那個氣場 自然人家就會覺得說你是一個OK的人 再來就是做一個有熱情的人 就是你要有點夢想之類的這種東西 例如說我在我那個最慘的時候 我在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就想說如果我現在從零開始 我能夠從零開始打到很高層的地方 我能夠從無到有的成功 然後我可以教人家怎麼也走這條路 我可以教人家怎麼從無到有成功的話 我覺得是很有價值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這個視為我的熱情 我就每天就想說我就是要成功 然後我要教人家怎麼從無到有 因為我覺得說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冤枉 我探索了很多 我去各種地方流浪 我探索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還是找不到方向 我希望我能夠成為一個 我能夠告訴別人他可以怎麼走的 這樣子一個人 所以我就是有這樣子的熱情 所以當有這樣子的熱情的時候 其實呢人家也是可以感受到 我就發現說我以為我去談case 然後客戶就會跟我談價錢 然後談說你要什麼功能 就是他有什麼功能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我後來發現 客戶都會跟我講一些他的熱情 就會跟我講說他其實很想做什麼事情 然後一直沒有做這樣子的 然後他的熱情是什麼 如果賺到錢他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自然的聊開了 所以當你是一個有熱情的人的時候 你自然會吸引到同樣的頻率的人 這是一個就是蠻重要的事情 再來就是跟人家對話 不要用工程師邏輯 這也對我一開始上路是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我們整天在跟電腦在那邊相處的人 你就會覺得說不是A就是B 這種的感覺 所以客戶提出來一個需求 你可以想像一個工程師他會怎麼回 他會說你這個我可以 這個就這樣 不然就是你這個不行 所以你要這個不然就是這個 你要A不然就是B 如果你B要B的話就是A 就是這兩個你其中選一個 但其實客戶A跟B都不要 他要的是C 所以不要用工程師邏輯 你可以聽出客戶他的弦外之音 就可以聽出他這一個話 他其實真正想解決的問題是這個 那其實你要提出一個C方案 來解決他這個問題 所以我跟很多客戶都會聊過 他都會覺得說跟我講話 他覺得我聽得懂他講什麼 跟其他工程師講話 他會覺得是痛苦的 因為工程師他會有一個工程師的邏輯 他不知道怎麼提 他不會提出一個C的方案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這樣 好 再來就是說 我的方法是Be nice 但是不要低聲下氣 就是我是一個態度好的人 但是我不會在那邊 滿足想要去滿足客戶的每一個要求 然後去就是去虛寒問暖這種 好 然後再來說勇於表達 然後聲音要有自信 就是其實你講話的聲音也會透露出 你是一個有自信還是沒自信的 然後再來就是勇於勇於挑戰不抱怨等等 然後私底下生活也要活得很有品質 當你私底下也是一個有品質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 你散發出的那個氣場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修煉的重點就是說 氣場其實比實力是重要的 你不要一直覺得說我一定要練成什麼樣的實力 我才能夠站出去去承接這個case等等 有時候你是去修煉你自己內心的一些弱點 去過了那一關之後 你就可以站到那個位置 所以提出的就是個人明白重點 其實不是顏值是氣場 好 再來第五個問題就是說 我每天發一日一書哉 我同樣的內容 同樣的招數呢 其實大家看久了會膩的 在社群媒體就是這樣 我們在教這種社群媒體 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 當你開始覺得有一招開始work的時候 然後那一招很快的就不會work了 就是你開始覺得說 我這樣子寫的內容就是很多人看 然後你寫了十次之後 這個內容就沒什麼人看了 同樣的內容大家看得會膩 然後觸及率就會越來越差 這是我經營自媒體也是一個瓶頸 但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粉專的人數成長圖 從2016吧 對2016的10月 然後到2017的10月 然後這是2018的1月 然後這邊有跳了兩次 跳的第一次呢 是我認識的一個網紅叫做威爺 然後他是20萬粉的網紅 然後他就主動來敲我 然後要來跟我做朋友 然後就來約我去他公司聊一聊 然後來請我吃牛排 然後我有一天回到家 我就看到我的粉專 我就想說 怎麼今天粉絲人數變成六千還八千 我想說我的粉絲人數怎麼變八千 怎麼不是六千 是我記錯了嗎還是怎麼樣 還是Facebook的bug 然後後來我想說 我最近認識威爺說不定是他在幫我 所以我去威爺的粉絲專誼看 然後他就免費幫我來推播 發在他的粉專上面 然後就交到這個朋友 然後第二次的這個爆量成長 就在一夜之間也是增加了四千多粉 那個就是我做了一個聊天機器人 然後那聊天機器人其實也沒什麼 但是就是剛好在那個時機 然後我就說 你只要在下面留言加一 我就可以給你看我三篇文章 這樣子的 然後在一個晚上 在一天之內 他就觸及了一百萬人 在沒有廣告的狀況下 然後就幫我帶來這些東西 同樣的方法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路上 你總是會有一些機緣能夠幫助你的 然後後來我也獲得很多合作機會 包含我上GQ等等的 所以在這一切我領悟到的修煉的重點 就是說你量的累積會帶來值得突變 你先不要去想 先不用去把每一步都想好 有時候你就是專注走自己的路 然後事情會發生的時候 它就會發生 第六個修煉 第六個困境就是定價的問題 當我算客戶便宜 我覺得說我在做好事 我想說我平常報五萬 我這算你四萬 好 我算客戶便宜 但是還是會被客戶嫌貴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人太好 但是後來我會慢慢地去學習 怎麼樣做一個有原則的接案者 而不是去想要滿足客戶的每一個需求 這其實是一個心理問題 當我心裡覺得我自己價值不夠 當我覺得說我是一個 我不是一個那麼厲害的工程師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我要幫客戶服務得很到位 我要盡可能地滿足他每一個需求 不然我會比不過別人 我會覺得說我要用勞力來補足我實力的缺口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內心的一個點 但是我後來會慢慢地學習 會變得更有原則 就是我很nice 但同時我也是有原則的 我不需要去滿足所有人 我不需要什麼都會 我也不需要去證明自己的價值 我不需要去無止境的妥協 我不需要二十四小時on call 我學習做一個有原則的接案者 所以這一個修煉的重點就是說 我去篩選客戶然後去遠離折磨 那有自己原則的人 你就不需要去附和別人 然後篩選客戶一個很大的重點是說 我發現有自己的內容 是一個很重要的篩選 當一些客戶他是看了我的文章而來的時候 他會自然地認同我某些的觀點 那我們的頻率就會比較合 我在給他一些建議的時候 也都會很自然地就很合 而不是我去在那邊比價 然後在那邊想辦法要附和他的每一個需求 是我去篩選這個客戶 然後篩選到一個頻率相合的 因為為什麼會提這個 因為很多我看到那種接案者 不一定是架網站的 有可能是做設計的 寫文案的等等接案者 到後來明明他是自己管自己的時間 但是他就會被折磨的半死 所以剛才我才講說要遠離折磨 就是會發現那些接案者就會一臉看上去睡不飽的樣子 然後就是整個都是黑眼圈 然後整個人很疲憊 然後你跟他講什麼事情 他說最近都會趕案子 然後好忙喔 然後太多事情 我現在一堆案子 然後問他說那你其實賺很多錢嗎 他說我也沒什麼錢 然後就是我最近還是很缺錢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子 那其實很多個環節 這不是一個觀念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篩選客戶是遠離這種折磨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第七個困境就是說有人覺得我太貴 怎麼樣都會覺得有人貴其實 那當開始我發現說有人覺得我開價太貴的時候 我就決定要來開一個一萬元的客 那一萬元的行銷客其實是蠻貴的 一萬元的投資客可能還好 但是一萬元的行銷客就有一點貴 但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是我給我自己一個挑戰 我想說我是交行銷的 那我來挑戰一下 我能不能賣出十二小時的客 然後是一萬元 它是一個實體客 十二小時的客 我能不能賣出一萬元 然後就吸引了大概一百個人來上這個 後來因為有別的事情 我先把這個計劃先停掉 那總之呢 就是我招生我之所以能夠賣到一萬元 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長期在做 也不是多長期 就是我持續的有在做高品質的內容 所有這些人 他一定都是看過我的文章 一定都是看過我的粉專的表現 然後有這樣的信任感他才願意來 他不是為了單純要學什麼樣的技術 其實我的招生業我也寫得就是有點籠統 他不是為了那個技術 單純為了技術的人 他是信任我這個人而來的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你的內容要能夠解決 你的這個方向提出的這個產品 要能夠解決真正的痛點 他會比較有機會賣到比較高的價格 再來就是說 我發現其實學生付出的越多了 他的滿意度是越高了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這個概念 再來就是說對的價格自然會幫你篩選到對的客戶 如果我今天同樣的課程內容 我推變成五百塊 推變成一千塊 來的那個客群就不見得是對的客群 因為我要的是一個他認真想要進行自己網路事業的人 然後來上我的課 那認真到他願意付出一萬塊來上我的課 然後再來就是收錢不需要有罪惡感 這其實也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很多人收錢會有罪惡感的 再來高價的銷售 能夠讓你提供更好的服務與產品 這個當然就是非常的自然 就是你會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來準備你的產品 然後提供更好的品質 所以你可以看到剛才來上我的課的那些學生 其實那個座位是很擁擠的 而且他們桌上還有飲料 我們再看一次 桌上還有飲料 還有筆電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我沒有提供飲料 然後座位十分的擁擠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差別 如果同樣的內容 我是給免費或者是低價的課群 他們就會跟我講說 怎麼沒有提供飲料 這個座位有點擠 然後我覺得上了好像還好 但他們付了一萬元來上這個課的時候 會有同學來跟我講說 站長我覺得你的課太棒了 我覺得上完 我覺得你根本是在做慈善事業 我想說我都收了你一萬元 你還說我在做慈善事業 這怎麼一回事 好 就是因為價格 他已經付出了這麼多 所以他就會認真地聽我講話 他就會覺得說他學到太多了 然後他也會推薦其他人來上 你可以看到我的粉專上面的推薦文 然後他會覺得簡直太棒了 就是定價的一個差別 就是高價銷售其實是很重要的修煉 其實不要去小看自己的價值 在開一萬塊的課之前 我也沒有開三千塊 我也沒有開五千塊 我就直接開一萬塊 最後一個困境就是說 我發現很多人一定很多人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你覺得時間不夠 事情太多 就算你有剛剛上有一位講者講的那些的工具 你還是會覺得時間不夠 因為自由接案者 你怎麼樣都會覺得時間不夠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我多出來一些時間 那我塞一些東西進來好了 我發現說晚上還有空 那我晚上再來接一些什麼東西進來好了 你永遠都會覺得時間不夠 然後你永遠就會覺得生活是一場混亂 我們想像中的自由接案者都是那種很自由 然後在沙灘上面打電腦這樣子的 但是你永遠走不到那一步 你永遠覺得生活中是很混亂的 我一直有這樣子的一個矛盾 但我後來就告訴自己說 對於一個成長中的人來講 混亂其實是一種常態 混亂它不是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循環 每一次的混亂就代表說 你有一些問題需要克服 那你克服這個問題就會好一下 但是你又會自己找一些問題 或者說有一些問題它會變成那些下一個混亂 它是一個循環 那對於一個成長中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正常一件事情 你不需要去覺得說 我現在混亂就是我不對 這是我哪裡做錯了 不是這樣 就是因為你在成長 本來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混亂 所以這個是Intel 的一個執行長 Andy Grove 他說的就是讓混亂進來 然後你再去克服混亂 它本來就是一個循環 在這個混亂當中你會發現說 你有一些很不想做的事情 那這個最不想做的事情 往往就是你的一個突破點 等一下我會來分享 我的最不想做的事情 然後創業會放大你的每一個弱點 讓它變成一個混亂 那我的辦法就是說 你不要去空想 你不要去想說 我現在有什麼最聰明的辦法 能夠解決我現在的困境 那個最聰明的辦法 常常都不是真正的可行的辦法 就是說先踏出去 先持續的行動 在行動當中你會有一些真正可行的辦法 所以就是把那些目標縮小 不要去想說我要一個遠大的目標 先把目標去縮小 然後每天都進步一點 所以這個修煉的重點就是說 我變成一個 我不會去想要逃避混亂 而是我去一個擁抱混亂的一個人 我不會覺得說我混亂東西 然後我就要把我說的事情外包 然後過一個4-hour work week 的那種生活 我不會覺得說我現在 我要把我的雜事外包 然後這個東西外包 然後讓所有的人都來幫我做事 然後我就能夠很悠閒在那邊 閒閒沒事幹 然後過一個很優雅的一個這樣生活 我會覺得說 我不會去想要逃避這個混亂 因為就是混亂呢 它會讓我成長 混亂是一個必然的 如果你想成長的話 好 那最後我再分享 就是說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然後歡迎加入我一起修煉 就是 這也是我發現 我在這個混亂當中 我發現說有一些事情 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 例如說 我不太想要人家一直來問我問題 我不太想要再 花很多時間解決私人問題 因為有些人網站掛了 我網站什麼問題 然後他就會來問我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花很多時間 不能見死不救 這樣子然後就在那邊 救他的網站 我不太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 我決定要架一個新的個人網站 然後呢 我要寫一本書 然後做駕站教學 那我做的方法 就是說 我 開了一個LINE群 而且我持續會再開 儘管呢 這個LINE群已經就是會讓我 有點難附和 我這個LINE群就是 它裡面 現在已經有五百人 然後 就會有人在上面問我 這個駕站的問題 我就開始分享我的教學 我一邊在駕我的個人網站 一邊把我的 就是這個過程錄下來變成教學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說歡迎大家來問我問題 所以他們就在LINE上 會來問我問題 儘管常常會有人覺得不好意思 但他們就是網站會遇到問題 所以他們還是來問我這樣子 所以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我的一個突破點 就是 我覺得說 我又好像活起來了 我就覺得說 嗯 就走這一步其實是必要的 因為 我其實一直想做 是一個創業者 一個社群 我希望 就是有一個 就是 就是我想要做的教學 我發現 它不是一個理論 它不是一套方法 好像我跟你講 那個方法 從此之後你就會了 它比較像是一個社群 然後大家在一起學習 有點像是這個Wordpress的社群一樣 就是大家是在一起學習的時候 一邊走一邊學的這樣子一個社群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真正有效的教學 那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所以 我就發現說 當我開始去做一些 我原本不願意做的事情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突破 好 就是這樣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覺得今天這場路可分享的非常好 我們再以最熱烈的掌聲 再感謝他一下 好 然後他在過程的分享當中 他其實有說到 鄭總路可其實有說到很多的一些重點 我覺得很多的接案者也好 或者是你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是一場修煉 我覺得這個修煉是每個人的功課 然後他可能會透過很多的失敗 走到人生的谷底 但是他有 路可有說到一件事就是 量變就會產生質變 你必須不斷的嘗試啊 執行啊 錯誤啊 然後你就會開始有一些領悟 但是中間可能要不怕丟臉 然後要一直樂觀 但是如果你只做這兩件事情 沒有做到剛才路可接下來 講的那兩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陷入 有聽過成功學的人嗎 聽過的可不可以舉手讓我知道一下 成功學不知道對不對 好他就是叫成功學 他就是告訴你說 你就是要努力向上啊 每天相信自己啊 我就是會成功啊 跟天大喊啊 什麼什麼你知道 很激勵的那種打 那個叫什麼 打擊型 你知道嗎 好那你就會陷入跟 那樣的狀況 網路上可以查一下 大家應該會查到很多大師這樣 然後他就是一直告訴你說 不要怕丟臉 你要保持樂觀 你要相信自己 你一定會成功的 好那當然後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 是保持思考 你一定要 事實刻刻知道 你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你要思考 為什麼要這麼做 然後一直快速修正錯誤 然後接下來 你不要去怕 面對修正錯誤的時候 你一定會遇到混亂 我覺得這個 路可講得很好 就是 你如果擁抱混亂 你會知道你接下來 該怎麼去解決它 然後去快速執行它 所以我覺得他 剛才講到價格 其實為什麼他敢開高價 我覺得價格來自於價值 當你自己認定自己的價值 是在那一個水位的時候 你講話的氣場自然就會出現 那代表你的價值就在那裡 所以不會有什麼低價 一樣有同樣一個簡單的網站 有的人可以賣10萬 20萬50萬為什麼 那同樣的一個功能 有的人是 我有這個功能 我有那個功能 我功能都跟他一樣 但是我只賣5萬 所以如果你是接案者 你是前者還是後者 這個就是修煉 我覺得人生的修煉 有些時候就是跟剛才講的自信 是一樣的 我覺得最後就是 總結一下 當你把心法跟技術結合 你就會產生自信 這可能就是人生的修煉 那我們想要再麻煩路可 抱歉你再吃飯 因為最後要讓大家 那個 問問題一下 不好意思 那大家對路可的這個 整個分享 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來 請說 剛剛有些人說 你剛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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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客戶量 還不夠大 有時候 你就是前面幾個客戶 他就是會 會是不對的客戶 那就沒有關係 你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作品數不多 但是我可以 幫你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focus在他的問題上面 就是說 這些東西是很簡單的 之類的 就是 而且就是說 遇到這種人 大表就換下一個 就是客戶是 市場是很大的 以前我也會覺得說 我只會這些東西 那我 我這樣接得到客戶嗎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要是人家就是 想要駕的是那種很複雜的購物車網 再怎麼辦 那我真的有辦法嗎 那其實 不駕購物車的客戶 也非常多 像是 很多很多接鑽者 他是不駕 WooCommerce購物車的 對 所以你 你可能接觸到 你不要去focus在這單一客戶 對 然後focus在他的問題上面 好 還有問題嗎 請說 我沒有用一日日日蔬菜去下付費的廣告 它是我免費在 就是我每天在發的 然後我沒有拿那個去下廣告 我下廣告的是 我高價值的文章 比較有料的 然後他能夠看那個標題 他就覺得說 欸這個人 這個東西好像是他需要 能夠解決他一些問題的 對 所以這個自然就篩選 一些 他有一些行銷問題 有一些架三問題的人 進來追蹤我 也不是這樣子講 重點很多個 就是 我用高價值的文章 能夠解決問題的文章 去吸引人進來 但是這些東西太硬了 客戶呢 他是不會天天看這個文章的 因為沒有人每天都準備好要學習 他會覺得說 喔我要學這個 我想要看這本書 我買一本書 但是他不會看 他會看到這個文章 喔這個很有道理 我現在來追蹤這個人 那他不會來看我的文章 但我一方面給他 為他這個東西 讓他來追蹤 一方面呢 要發一些軟一點的內容 例如說一日藝術哉 或者是說 我現在發的根本就是 你如果去觀察我的粉專 你就會發現說 我現在發的 那些最多讚的 都是一些地字文 都是一些 就是 不是真正能夠解決 什麼痛點的文 對 所以兩個東西都要做 其實我覺得我的粉專 最大的價值是說 如果你可以看懂我這個模式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幫助 就同時給他有價值的東西 同時發一些立志文去養他 這樣子 那 就是 你也可以去 就是說 我發現 就是有一些跟我做類似的事情的人 然後他發那種高價值的文章 然後就沒有什麼人追蹤 我覺得是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他沒有發這種立志文 或故事文去讓人家想要持續追蹤 就是我那個一日藝術哉 它其實有點偏向故事 就是我有時候會分享一些故事啊 或者一些小東西 引發人家追蹤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說故事的技巧 就是講道理大家都會講 但是說一個好的故事 那個說一個符合你個人特色的故事 這個就需要練的 好 還有問題嗎 大家覺得那個故事好聽嗎 還行 還行 真人真智 我在那個我的行銷課程 就是他們 就是負以萬來上 然後我在最後都會分享我這個恐怖情人的故事 他們看了都會很震驚 然後那個就是他們上到快睡著 就是在那個時候 他們聽到故事 他們就會每個人都張大眼睛 然後他們什麼都忘記 就只記得這個故事 好 大家還有問題嗎 好 我們在這段內 在最後感謝一次 你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分組的Q&A 那我們現在分了這幾組 如果你想要在聽品牌啊 跟網路行銷 你可以在LOOK這一組 然後呢 如果你有些外掛 然後我們的移南雜證加一科的主治代物 請找他去 對 然後再來呢 如果你有法律稅務啊 還有相關的問題啊 你可以找那個陳仲豪律師跟陳雅吉 兩位 對 好記上是 那當然你如果有一些WooCommerce電商的問題 你就可以直接找我 那大家幫我們停一下那個回饋表單 讓我們知道怎麼改善 會不會更好這樣子 OK 好 阿俊阿俊 阿俊 阿俊在哪裡 阿俊在哪裡 阿俊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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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大家等一下幫我們填一下那個回饋表單 幫我們填一下回饋表單 那當然如果你現在自己已經聊開了 可以自行組隊 也沒關係 你們就聊你們接下去的話題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來 那因為真的是有人會不認識彼此 所以大家可以憑著這個單子找到人 那個路可音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OK 那再麻煩大家 如果要分組的 自己自行討論 就自行代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